量販店員忙補夜菜類 但不少人都是只看不買 因為夜菜類也不耐放 所以變成說 我也不可能先囤巾起來 每月下一個星期 菜價連番漲 夜菜類批發價貴12% 更別說消費者買的零售價 漲一倍 不少量販店低價懶客 地瓜葉小白菜118元 金針菇一包8元 買夜菜類只要善用保存技巧 就能延長美味 一買回來記得先洗 把有受損的葉菜挑出來 切適當大小後 最重要就是瀝乾 接著裝袋保存空隙 放冰箱能保存一周 要用的時候就直接拿出 從冰箱拿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洗過的 就不用再洗 如果要煮菜不用再洗 直接就可拿出來料理 另外花椰菜就怕會黃掉 買回家穿燙後 鍋冰水再放冰箱 也可放一個星期 南部梅雨要下到六月初 就怕菜漲翻天 現在可先買促銷葉菜類 吃三五天後 改吃不受梅雨影響的更金類 之後葉菜類回穩再採買 避免傷荷包 梅雨一直下 下一波就會長到花果豆類 但是四季豆都有推出冷凍蔬菜 價格相對平穩 冷凍蔬菜一大包約一百元 能讓一家四口吃兩餐 重點是不受天菜影響 價格平穩 如果真的想省錢 冷凍蔬菜也是應急方法 藉著網友臺北採訪報導